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美契斯 意外的事故 新学期刚开始,就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 今天早晨上学的路上,我和父亲正谈论着学校里的事 忽然看见很多人向学校门口跑去 父亲马上说,一定是出事了,刚开学就出事,真糟糕 我们挤进校门,发现大休息室里全是学生和家长 乱哄哄的,大家都朝校长的房间望去 我听见有人说,太可怜了,罗贝迪 在人群中,我看见了校长和警察 不一会儿,一个戴着高帽子的绅士走了进来 大家忙让路,说,医生来了 父亲向一位老师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个孩子被车子压伤了脚 另外一位老师说,脚伤得很严重 罗贝迪是三年级学生 他早晨上学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男孩跌倒在马路中间 之时,恰巧有一辆马车正飞驰而来 罗贝迪不顾危险,勇敢地冲过去 一把抱起那个孩子,救了他 可自己的脚却被压在了车轮下面 人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一个妇人发疯似地跑进休息室 她是罗贝迪的母亲 另外一个妇人跑到她的身边 哭着用两只胳膊抱住她的脖子 她是被救孩子的母亲 两个人跑进校长室里 接着,人们听到一声绝望的叫喊 啊,罗贝迪,我的孩子 很快,一辆马车停在了校门口 校长先生抱着罗贝迪出来了 只见他靠在校长先生的肩上 脸色苍白,大家安静下来 只听见罗贝迪母亲的啜气声 校长先生神情严肃 他将罗贝迪高高举起 老师们都一口同声地说 真勇敢啊,罗贝迪 这时,罗贝迪睁开了眼睛 问道,我的书包呢? 被救孩子的母亲赶忙拿出书包 对她说,好孩子 这个我替你拿着呢 她边说边扶着眼面哭泣的 罗贝迪的母亲 人们走到校门口 校长先生把罗贝迪轻轻地 放进马车里面 马车离开了 大家默默地走进教室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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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